被鸡小孩子玩大车童子军治国的罗文佳 被鸡小孩子玩大车童子军治国的罗文佳 现任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 接受2024年8月25日星期日早上10点 有梦上水191集励志节目专访 分享当年如何推动台大学生会会长普选 并担任第一届会长 范云 赖中强 黄国昌 高嘉瑜等当选学生会会长 还在他之后呢 服完兵役 从阿扁的国会助理 办公室主任 到操盘立委 连任及两次台北市长选举 为候选人梁申定做的台湾第一首竞选歌曲 1994年的台北新故乡 及春天的花蕊 透过介绍陆寒秀写竞选歌曲 则是听到话媒的灵感 曾经是全国最年轻的新闻处长 也是1997年最有人气的 宝岛希望助选团成员 遭逢最不幸的拔河断背事件 重新再出发 那一年为县市长辅选 一举赢得12个县市长 原先六席 让民进党首度过半 奠定2000年政党轮替的基础 掌舵赢过台北直辖市开放民选的市长 也选过台北县长 如何看待2026北高两都市长的机遇与挑战 民进党秘书长任内面对总统初选 赖清德挑战蔡英文的中立问题 现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 又如何看董事长人事案会是谁 两岸协商何时春暖花开 httpsmallhouseslashslashu2.bslashgqyvxgm2mai